其實這是對的 防疫期間真的要運動 真的要運動 他也是因為大家有運動需求 所以才會變得這麼多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少偉老師 來 少偉你也過來 你既然沒跳過 真的嗎 我沒有跳過 少偉你先做給我們看 原本他做的動作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會造成 請注意我是少女的嗎 什麼問題 我一定是少女 然後另外很重要 大家就怕這個運動傷害 或者做了氣喘氣氣就放棄了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兩步驟 第一個他們做什麼 好 其實今天劉康榮 他在做這個動作 其實他不會是到非常難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運動的話 其實這個動作是很容易受傷 因為你看他第一個動作 他是這樣子 排 排腿 踢腱子 踢腱子這個動作 其實這個動作 如果你沒有熱身的話 髋關節直接去做一個外轉 這個動作 會奇怪 奇怪 也不會 很容易拉傷 你應該會先做一些髋關節 第二個動作 他是做這個轉體有沒有 轉體 拍膝蓋 那這個動作我們會一開始 希望你不要一開始就做轉體 不要一開始就做 因為有些人可能胸椎不會動 他可能變成腰在動 那有可能腰會受傷 第三個動作 等一下 你再做一次這個動作 是要胸椎動 他很多人會是腰動 就是這樣子 轉腰有沒有 這樣為什麼不行 就不就是轉嗎 對 我們會希望他的腰 因為我們腰椎其實很脆弱 你看我們肋骨下面 其實都沒有一些骨頭去保護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們內臟 所以他脊椎其實腰椎上 是非常脆弱 所以在我們胸椎上 他的強度會比較高 有很多肌肉 所以我們應該是胸口動 有沒有 不是腰動 腰動很容易散到腰 所以腰不要動 對 就像我們如果撿東西 我們也希望腰不要動 我們應該是胸屁股去動 不要去腰去彎腰 也是容易受傷 所以像第三個 可是第三個動作就很危險 第三個動作它是側拍這樣 對 一直側拍 這個動作其實它 其實不錯 它可以練到你的側腹部的腹肌 其實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不會用腹肌的人 有可能用到後腰 最後一個動作它是做後拍 這個動作就比較緩和 所以它也是排在最後一個動作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做一下改良版的好不好 教練改良版的 比較簡單的 很簡單 比較簡單 大家如果你沒有運動習慣 你都可以做 來 第一個動作就是抱膝蓋 他剛剛是做一些拍膝蓋 我們做抱膝蓋 1 2 3 4 對 5 6 很簡單 7 8 9 但是不能撐太久 10 這個動作你身體先不要轉 先熱伸你的膝蓋 第二個動作很簡單 等一下 我想問 因為上來沒有抱到 有沒有關係 一定要抱到 其實也沒有關係 它抱膝蓋 主要是很多人抬起來 對不對 不穩 可以抱一下 它腳會不穩 對不對 它可以去扶一下 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你說教練 如果我真的抱不到沒關係 你輕輕的拍 也是可以 但是最好要碰到 對 最好碰到 主要是 對 主要是讓你的膝蓋 跟空關節活動 好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更簡單 我們手插腰 好 然後做一個踢屁股 就這樣子 勾腳 有沒有 很簡單 往後踢 就是踢屁股 那你就踢10下 來 9 8 7 6 5 4 3 有點像小跑步 2 1 好 下一個動作呢 是第三個動作 它剛才是做踢腱子嘛 我們不要讓 髖關節的活動角度這麼大 我們去摸小腿就好 輕輕的摸一下 好 動作都很小 去摸小腿 如果你不行這樣 為了要摸 你必須彎腰轉下去 就摸小腿 摸一下 對 摸對面的小腿 然後我們要做10下 1 2 3 4 5 6 7 摸小腿 8 9 10 還行嗎 好 接下來 最後最簡單 就是摸腳跟 就是牛跟紅的摸腳跟10下 GO 1 2 2 對面的話 右手左邊 右手左邊 左手右邊 來 開始喔 1 2 3 4 5 6 7 就是那個 還可以訓練到一點點協調 所以就記得摸對面的就好了 難怪我怎麼摸不到啦 摸對面的就好了 喜欢健康2.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.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